好 歡迎來到那隊設伏器 我是那隊設伏器的服務小佐 我是小優 我們今天來到了花蓮的東大門夜市的 智強夜市這一條街上 以下省略三千次直接開吃給你看 這個小燈的詳細功能我就不介紹 但是呢 如果說在網路上面搜尋 你們可以搜尋這種攝影小燈 這個小腳架有燈的話 你就順便去看一下 那我們都知道呢 拍實物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光線 一般來講我們光線都會是 兩邊夾一支光 然後接著用人像模式拍攝 開啟手機的人像模式之後呢 你後面就有類似像是單眼相機的景深效果 就是用兩支疊加的方式 去產生一個漸層感 OK 來囉 準備 3 2 1 當然出來吃東西 然後我們一定要把食物放到跟人在一起拍 才會更有感覺 一個燈光最好是處理它的正面 一支燈光處理它的側面 然後呢 為了避免得罪女朋友 你要把你的女朋友或是老婆 放在有光線的地方 所以你的燈呢 基本上就可以只處理食物啦 OK 來囉 好 接著幫我把香腸伸出來 手機先吃 3 2 1 來 吃吧 吃起來 感覺是酒瘦一匪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沒有那麼油膩的香腸 吃起來 口感很紮實 不會膩 像它的那個口味是比較屬於甜甜的那一種 哇 重點是現在熱吃是有那種肉汁會噴出來 在口腔裡面爆的那種感覺 好告訴的是 有點像是胡椒的香氣嘛 它是屬於原住民的黑胡椒 對 它是一種辛香料 對 因為它是要用手採一個一顆採的 這個香氣喔 這個非常特別 有一點點的香茅味 然後 加上一點點黑胡椒的香氣 嗯 有點像是牛排店啊 不是都叫迷迭香那種 啊 有 對 這個來吃它就對了 對 這個是 辣椒口味的 上面有一點點的那個辣椒拌 它有紅點點喔 這上面 對 來 平常你這個比較不敢吃辣的來吃吃看 好 嗯 你一咬開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它那個 辣椒的香氣 怎麼它的那個辣椒香氣是那種 新鮮的辣椒去炒過的那種香氣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水果的香氣對不對 對對對 很神奇 我們很少可以吃到就是在香腸內部的加辣 它可以吃到辣椒裡面有沒有香 這個應該就是飛魚卵的 有一顆一顆小小顆的 我期待的飛魚卵 它咬起來會有啵啵啵啵的 咬開的時候有飛魚卵在裡面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這一道呢 是要預定才會有的 它叫做馬到辣拌魚 對 一樣喔 我們先開啟我們的手機先吃模式 然後我們在拍 用手機在拍的時候 你有燈的話喔 你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你光線的方向 讓它看起來更舒服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先把它夾起來 喔這個辣椒看起來很誘人喔 好 我們從這個45度角去拍一個食物 是一個非常正常的邏輯 可是在這樣一個平面的狀況之下 我們偶爾也是需要用俯拍的方式來拍 OK 來囉 3 2 笑一個 再拍 第三個小學笑就是說 我會就是拍夾起來的時候那個畫面 OK 來囉 哇 冒煙 每個猴爺啊 記得我們要多換幾個角度來試試看 你也不可能保證你一次到位嘛對不對 所以下次我要試試吃 來吧 我們先吃囉 它那個辣是 有點結交 我剛剛低頭沒有覺得辣 可是現在低頭可不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是 然後它裡面有蔥啊洋蔥啊 跟它炒的這個辣椒 還有馬膏 所以它是一個香料共和國的概念 因為老闆有說它有用 魔鬼椒還是什麼 喔好辣喔 我的舌尖 如果說你是跟著魚肉一起吃的話 你平常不敢吃辣的話 你還稍微可以就是勉強去接受這個辣 對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它其實還蠻是可以 就知道的人也享用的 對 不啾 羨慕嗎 想要來吃嗎 要先預定喔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天的來挑戰的一個拍攝 今天呢我們要來挑戰的是燒干貝 燒干貝 對 就是在我們的前面那邊 你覺得為什麼它會這麼厲害就好吃 我覺得是烤的人有關係耶 烤的人有關係 那個火候 嗯 醬料 醬料 對 辛鮮度 OK 好 在等待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了這面牆很漂亮 它是一個有車頭跟車牌的一面牆 所以呢 奉勸各位這邊來這邊吃海鮮的各位情侶啊 男生要有一定的求生欲喔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為我們自己女朋友或老婆拍幾張網美照 那一樣我們今天用手機 來做這樣的拍攝 然後用這樣的指示 然後 這樣子 對對對 好不要看到臉喔 不要看到臉 OK 這個時候我會轉人像模式 OK 來 3 2 來 好 接著呢我們到這邊來我們坐下 然後幫我把腳放到這邊的斜45度 好 OK 然後這個時候拍照的手機模式我換成是超廣角模式 好 讓妳的女朋友或是老婆的腿變很長 好 接著我們站起來 好 然後到這邊來我們假裝 這樣子 所以我一樣用超廣角吼 因為我希望帶到整個頸 好喔 來準備囉 3 2 走 OK 很好 再一次吼 我們從後面的腿一步 你要 再動它一點嗎還是 對對對 再動它一點 好 來囉預備預備 3 2 GO OK 有 好 很好 好 接著呢 來這邊 OK 這個時候你幫我拿起相機假裝要拍攝 3 2 1 接著這樣子拿 把頭轉出來 對 OK 好 來囉 準備 OK 最後把相機往前伸 朝這個角度往外 OK 往外 對 剛剛都用人像模式在這個頸上 然後我們現在換成是一般的模式 來 一樣一個超廣角 等等呢 我們裡面後面它還有一個用餐空間 那個用餐空間其實拍起來也很讚 所以我們 風味更好 準備過去看看 走吧 OK 來來 GOGOGO 好 接著你站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幫我往這個方向看 接著我們可以借用這邊的燈泡 來讓整個感覺更好 現在我開啟的是人像模式 來囉準備 3 2 1 OK 然後呢 把相機假裝噴 拍外面 讓我們的前景吃得更多 然後對著鏡頭微笑 接著呢 我們坐到這邊來 然後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 OK 這個時候換成一般的拍照模式 然後呢 右手拿相機的那隻手 OK 然後幫我扶一下後面的槍面 對 OK 然後呢 另外一隻手放到腿上 好 對 OK 好 來囉 準備囉 3 2 1 OK 基本上 就到這邊了 OK 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一個手機的人像模式 可以稍微學一下 尤其是在等餐的過程中 不要無聊 不要一直在那邊滑手機 我們用手機做點有用的時間 來 好 好 哎呀呀我聽口水哦 哎呀呀我被定名化了 過了不長不慢的等待之後呢 我們的菜終於上熟了 又我最愛吃的 蝦籽 就是生食級干貝 Yes 那首先呢 這樣子在吃之前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要進入送機先決模式 基本上拍燒烤沒有別的訣竅 基本上就是進就好了 所以我打算先以一個主角 蝦子先來當主角 這邊嗎 對 好來囉 3 2 1 OK 然後再來一個主拍 然後幫我把干貝往前推一點點 好當我這樣推進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讓視覺集中起來 好一樣我們調整一下光線 看看光線在哪裡 3 2 1 OK 那我們如果要散景更多的話 我們就換人像模式 鎖定焦點在你想要拍的焦點之上 OK很好準備囉 3 2 1 要進入到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比例池 麻煩你幫我先拿蝦子起來 跟你的手掌 對對對對對 OK然後把那個有料的部分對向 有料 對對對對 3 2 1 3 2 1 OK 很好 哎呀 流口水啦 那我們女士優先 好 妳想先吃的是 我想先吃這個 嗯 先吃一個原味的 對 比我的大拇指燒大一點點 燒干貝 好 燒干貝 它的香料粉呢 下下去之後 它沒有去帶掉 它干貝原有的那個香氣 嗯 你是吃得出甘甜味 OK 好 準備囉 我剛剛 彈下去的第一口 碰到那個蛤蜊肉 然後不小心勾過了馬上爆汁 所以它這個代表很新鮮 來喔 我們看一下 它其實是已經幫你處理好 這麼大 殼的 哇 它有滿滿的那個蝦膏 蝦膏 看起來超好吃 很鮮的 對 超鮮的 很鮮的 然後那個蝦膏很甜 對 嗯 它是用焗烤的方式 然後蝦子很Q彈 剛剛老闆特別有講說 它用的是我們瑞瑞春天的酒店 它同等級的進貨食材 而且超大片的 超厚的 超厚的 然後有一個手指頭的厚度 然後它大概要這樣子 OK 好 有一點背景的感覺 來囉 準備 3 2 4 不敢說落口即化 只能說 一進到嘴巴裡面 就消失無形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補充 這一個超級大生蠔 看這個光澤感 跟這樣的一個飽滿度呢 可以觀測得到 一個大概300多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就由今天的小優來上場 好啊 對 接著就補免拍吧 然後讓它再垂一點頭 對對對 OK 來吧 想一下我要夾起來嗎 夾得起來嗎 我要夾起來囉 OK OK 哇塞 OK 冒煙了 非常好 就是這樣子 來 YES YES 哇哇哇哇哇哇 我覺得要領檸檬才會 我要吃的話我一定要領啊 對 對 還有增加甜度 增加甜度 對 果肉的香氣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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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再來是它很新鮮 只有很新鮮的才可以就是 它應該是只有三分熟左右 這口感吃起來很像散貝 但是又比較像軟 兩三級的感覺 有點像豆腐腦 對有點像豆腐腦 這個它是限量提供的 就是有時候看它的漁獲 所以有時候可能要用問的 或者是可以關注我們這個 收乾貝的它的粉絲專頁或者是IG 它會定期定量的去發表一些它有 大的一些新鮮的海骨 好吃 好 今天呢 我們是第三天在夜市來挑戰 就是邊吃邊拍的這個企劃 終於進到一個尾聲啦 今天我們吃什麼呢 今天我們吃一個特別的很 叫蓬蓬豬 蓬蓬豬是掛包 掛包 對 掛包 對 那你對於一個掛包的完美的期待 想像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包任何五花肉啊 那五花肉很肥美 然後就是油脂的地方不會讓你覺得很膩口 然後再來是說它這一間蓬蓬豬 它有就是動物造型的彩色掛包 哇 超級豐盛 有沒有看到 掛包自由 我從來沒有一次性的吃過這麼多掛包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挑戰吃這些東西 順便要把它拍好看 那掛包要怎麼拍才會好看 其實我沒有信心 首先第一招 當我沒有招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從45度給它拍下去 好 第二招呢 就是對著餡料給它拍下去 細節再細 來囉 1 好 來囉 3 2 開 要幫我開喔 哇賽 它這個餡料真的超豐富的 我覺得其實你掛包再怎麼拍 其實大概都是類似的 可是我覺得刮包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經典的一個元素 就是控肉的那一款 有滷肉的那一款 像這種拍滷肉這種 比較深色系的食物的時候 我們切記 真的是有光就完美了 真的 我認為看起來好吃 比看起來美麗更重要啦 你覺得這個形狀它像是這個拿法像什麼呢 你不覺得就像是在拿漢堡嗎 在底部把它夾緊 然後這樣子咬 它比較不會掉線 所以我們要來測試看看 來 我要呈現第一口了 好啊 本事先吃 OK 來囉 我覺得這個味道它 滷肉的部分齁 它是屬於比較清淡的 雖然說有肥 有瘦 可是呢 它是比較不會讓你覺得那個肥肉很利 這樣子 嗯 很好吃牛嗎 對 你吃牛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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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吃囉 好啊 我們入口的第一口是 洋蔥的那個嗆度 其實我在旁邊看我都覺得很想吃 借我咬一口好了 嗯 果然就是花生粉加牛肉就是對了 就跟在吃那種花生牛肉堡一樣 它的酸菜啊 有帶掉一點點牛肉的味道 嗯 那也要取決於你現在咬的這一口 它的牛肉分布到底是在多少的位置上 第三個 客家小草 這個也是會一直掉料的喔 酥酥的 是酥的 對 然後但是又有水分在裡面 嗯 榨菜跟那個酸菜的那個鹹度 都有吃到那個豆干裡面去 這個第四個口味呢是 哇 這個是雞肉喔 這個是雞肉 健身者 如果真的想要邪惡一下下的話 那就吃一個這一個 適合健身者吃 這個我猜它是雞柳條 OK 燻雞的味道 很濕 如果說你們想要驚喜感的話 挑另外一種口味 會許會給你們一個滿足的驚喜 對 這個9.5 9.5 真的是越給越高分耶 好 我們現在呢 甜的都吃完了 我們要準備一種進攻甜的 我們就先來吃這個 紅配綠 很透皮的 我覺得很像在吃 早餐店的那種 五角味的感覺 這是草莓草顆粒 哇 感覺好像很好 超強的remiss耶 覺得有高級感耶 很像你是那個買日本限定的 草莓草顆粒的那種感覺 對 另外的兩個口味混在一起吃 應該也會很好吃 另外兩個口味呢 分別是花生粉跟煉乳 對 OK 它的花生粉不是走那種甜口的 它是走那種就是帶香 帶香氣 所以 花生的味道它很濃厚 它就是會給你好像來一局 就是中選 蹦下去之後 然後你就會覺得 嗚呼呼呼呼 花生 就這樣多了 對 我覺得煉乳它是最可以表達 這一個餅皮 它的原有的味道 的一個 一個果醬 如果說你喜歡吃 就是比較重的話 或許或許啦 你可以跟老闆娘 好像提個小要求 幫我加多一點點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是我覺得 刈包的餅皮 其實本身它就應該是 會有一種香氣 所以 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刈包的拍攝 其實是不正經的拍攝 我們實際就是 行著 拍攝之名 行 吃貨之喜 不好意思啊各位觀眾 所以這一集呢 如果說你真的有學到 什麼攝影的技巧 那我就很佩服你 恭喜你啊 恭喜恭喜 那如果說 就介於我們的影片知道了 有這幾間店的話 那我相信建議 你們一定要來試試看 對 OK 好 那如果說你們對於 手機攝影也好 或是自強夜市 東大門夜市 有其他間好吃的店 你們想問的話 你們都可以在 以下提問 對 那我們有機會就來試試看看 拍片 也來介紹給大家認識 我們幫你們吃 對 OK 我都不知道 耶 有了 在哪裡啊 基雄門 四次的幫他走 等一下所以我要睡哪裡 沒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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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近喔 那個槍狂會打到眼睛喔 哈哈 神射手 神射手 沒了 沒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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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我第一次打入 五顆 二三顆 第一次玩就有玩 對啊 超厲害的 好 好 謝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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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Felipe 56 感谢观看